法务部行政执行署花莲分署5月份的联合法拍日 将在5月3号星期二举行 这次拍卖物件包括了汽车、股票、原木家具 还有儿童玩具等等 底价相当的低,值得来捡便宜 而另外有民众很关注一批价值超过5000万的黄金条 则因为作业程序还在准备当中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关注行政执行署的公告信息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二下午三点 定为各分署的联合法拍日 5月份就是在5月3号星期二下午三点中 花莲分署这次拍卖物包括了动产、不动产相当多元 底价很低,民众可以来抢便宜 当天除了不动产的拍卖程序外 还有很多的动产的拍变卖 例如中股车、脚踏车、阳性股票 还有原木家具 还有小朋友最喜欢的玩具 那欢迎我们花东地区的相亲好朋友 一起来共襄盛举 那不动产部分呢 除了现场投标之外 民众也都可以利用这个通讯投标的方式 那防疫期间请大家多多利用 今年度还有一块农牧用地 以及一批市价超过5000万的黄金条 备受民众关注 拍卖作业也都在准备当中 那近期比较特殊的物件是有一笔在花莲吉安乡 永兴村的农牧用地 那这个是它的边定是农牧用地 但是上面目前是有40几座的墓基 坟墓在上面 那也期待说有缘人可以来投标 那另外大家很关注的台东地检 祝托我们拍卖的27条1公斤的黄金 那目前呢 相关的拍卖细节呢 正在筹备当中 有兴趣买黄金的民众 请持续关注本分署的官方网站 或脸书粉丝专页 行政执行署华联分署 欢迎民众前来投标 但也提醒大家到会场时 一定要全程佩戴口罩 配合实名制 确保大家健康安全 戒旅会欢视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